你看這邊 他們是店家賣的手作的作品 而且你可以看一下上面 都有一些價位 就是可以販賣 就是對外販賣的 你可以看一下我身邊的這個 英文字 它是手作的 就是後面當然還是木頭 主要的原因是這邊 它是彩繪的部分 這次店家是還滿獨特的 所以如果說你必須要做這樣的課程 你要跟店家先預約 然後他有專門的老師 特別教你去怎麼樣的彩繪 跟眩染這個部分 還有這另外這個戒指 有沒有覺得很可愛嗎 超療癒的 它有一個小臉 但是這個要怎麼去運用 就像我今天穿的白色衣服 你就可以別一個在這個位置 然後你不覺得那種造型上的話 是怎麼樣的搭配 其實它就是一個小小的點綴 一個重點的來源 還有你可以看這邊這一區 你看它好像一個家人一樣 你不覺得這很療癒嗎 超萌 超呆 胖胖的 然後你知道它是什麼嗎 雖然你可以把它當指正 還有它上面插了一根 它可以夾Memo用 所以這是放在辦公桌上 或是你的一些書桌上 很好運用的文具類的東西 這間工作室以木座商品為主 主要都是沙磨上蠟 取代上漆的工序 保留木頭的色澤與香氣 另外也有開設木座體驗課程 透過手作與木頭的溫度傳達情感 不管是要送禮或是自用 都非常適合 等一下在做鳥的造型的時候 它其實是會有一些不同的顏色 像在你完成作品的時候 它會比較豐富 就是你看這個肚子 然後就是這個白色 然後還有這個木頭 對 等於說不同的木頭去結合 變化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會準備 因為當中顏色色差大一點 然後去做拼接 通常學員來說 我們就已經準備好一個 色差大的木頭 讓大家自己去挑選 我們第一步驟 我們現在要怎麼做 等一下第一步驟 我們會先用尺跟筆 先在這裡畫十字線 對 那找出木頭的中心點 那我們等一下會使用後面的設備 那它叫木工車床 它會帶動木頭旋轉 然後再拿刀子去把它 削成圓柱裝的東西 將木頭磨出自己喜歡的模樣之後 替表面加上光澤 再利用工具鑽出小鳥的雙眼 最後將嘴巴和Memo夾組裝在一起 你看我作品已經做完了 可愛吧 剛剛在一個鐘頭的時間 老師非常的細心 因為我都是初學者 而且我是真的第一次碰到所有的器材 今天你當然是透過你自己的雙手 把自己一個作品雛形 變成這樣子的成品 這個東西還有你自己的作品 不管是做來 送了也好 或是自用也好 是不是都很棒呢